突围伊朗军人,近日,有外媒报道称,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,把伊朗逼上绝路以来,内伊关系持续恶化,而美国频频退军退协议的行为终于惹起了重怒,就连德巴这两个盟国也终于任无可忍,日前德巴就罕见和俄罗斯结盟,共同商讨许利亚的解决方案。 不过,伊朗这个国家却越过俄罗斯,直接来华谈判,为何呢?原来是伊朗来华谈判,商讨武器出口的问题。 美国专家表示,伊朗却举动的背后一定另有深意。 那么,如果伊朗方面真的要从中国购买武器,用于对美国可能的军事行动的话,中国哪些武器最适合伊朗呢?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,首先伊朗最需要的一种武器装备就是先进的战机了,不过由于伊朗似乎已经把目标锁定在俄罗斯的苏-30米战机上了,所以中国战机出口伊朗的可能性不会太大。 图为中国红旗9防空导弹,伊朗急切需要的第二种武器应该就是远程防空导弹了。 尽管俄罗斯已经向伊朗方面,将付了至少1PS-300防空导弹。 但是由于伊朗国土面积很大,需要保护的高价值目标又很多,所以伊朗将会继续购买防空导弹。 而中国的红旗副9防空导弹防空导弹曾经在土耳其防空导弹项目的竞争中表现出色。 尽管最后没有成空出口土耳其,但是其新门先进,物美加联的口碑已经在国际上流传出来了。 所以伊朗或者将会考虑各马中国的红旗9防空导弹,图为中国C-602反舰导弹。 此外,伊朗可能还需要卫弃海军以及安防部队,进口一些先进的反舰导弹。 考虑到了伊朗目前装备的反舰就是中国制造的,或者是中国伊朗制造的。 加上中国近些年了已经推出多款新能十分先进的反舰导弹。 所以伊朗再次向中国购买反舰导弹就比较顺理成招了。 至于伊朗方面会向中国购买哪款反舰导弹的这个问题,由于考虑伊朗的主要作战区域,或尔木茨海峡比较窄, 所以只需要进程反舰导弹就可以覆盖全部海域。 所以伊朗可能不会选择中国近些年来十分热销的C-602YJ-83这几款中远程反舰导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